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 第八阶段的第一阶课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渐渐快进入到尾声了 我们一起再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我们今天的进度 所以在之前 我们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监督学习 也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的 多种算法 比如说决策术 临近取样 支持像样机神经网络算法 并且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回归问题里面的 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那么从本节课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 非监督学习 也就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么作为非监督学中的一种 非常重要经典的算法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然后随后呢 我们将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些一种区类的算法 然后作为 还有一些课程总结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 跟大家介绍 巨类 也就是class trim 这种算法 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 什么是supervised learning 和unsupervised learning 它们真的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supervised learning 它是提供分类的标记的 就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实例 它的标签是多少 class label 我们是自己知的 而另外一类问题 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分类标记的话呢 这类问题 我们就把它称作 un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大类 我们可以分为这两个类 给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我们之前的大纲 就是说 总体来讲 我们把学习 可以分为 这个监督学习 和非监督学习 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 就是监督学习呢 我们是知道 这个每一个实例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对于训练记来讲 而非监督学习呢 我们是不知道任何的实例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最大的分类 可以分为这么两类 然后在监督学习里面 我们又可以分为 这个classification problem 和这个regression problem 它们两个区别 就是说classification problem 我们处理的这个变量 这个Y值 它是一个分类的值 也就是categorical data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红蓝绿 黑白 是一个分类的一个变量 那么regression problem 我们回归学习里面 处理的问题 这个Y的变量 它是一个数值型的连续变量 好 那么我们开始跟大家介绍 非监督学习中的 一个经典算法 叫K-means 那么作为usupervised的原理 也就是说 非监督学习里面 有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大类 叫做巨类问题 也称作clustering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非常经典的算法 叫做K-means 那我们现在就跟他 今天就跟大家主要介绍 K-means这种算法 好 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说了 这个巨类属于非监督学习 那么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和unsupervised learning 里面的分类呢 它巨类是属于 unsupervised learning一种 也就是非监督学习的一种 所以它与这个 监督学习的一个主要区别 就是说我们是 无类别标记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实例 它的类别标记是什么 好 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组数据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成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这个肿瘤系 肿瘤 我们根据这个病人肿瘤 我们想知道 就是肿瘤 想对肿瘤进行分类 也就是说我们 大概可能比如说 我们先忽略这一部分绿的值 假如说我们现在就看到蓝红的这一类值 那我们假如说测量这个肿瘤上面的 这个每个肿瘤它的直径 最大直径和它的周长 比如说是两个特征 比如说横周代表直径 然后这个纵周代表周长 那么我们目标呢 是想对肿瘤进行 这个classification 进行标记归类 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 这个肿瘤 它是恶性还是良性的 根据它的 这个最大直径和它的周长 好 那么我们对我们的数据集来讲 我们不知道任何肿瘤 它的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们只是有这些点 在空间中 这是我们想根据 它们之间的分布 把它自动分成两类 比如说有一些 它们比较集中的 它是归为一类 像这些红的点 开始我们可能不知道任何 没有这个红蓝的标记 就是都是一些点 代表一些肿瘤 那么我们想根据 它们之间分布的关系 把它自动划分为两类 比如说这些比较 靠近在一起的 可以聚成一类 然后这些蓝的 可以聚成另外一类 是吧 所以呢 像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点 它的标签是什么 那么这种问题 我们就叫做 classroom 我们要聚类 假设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知道 有一些肿瘤 它是什么分类的 然后我们 比如说我们测算了 这个size 就是肿瘤的大小 然后重头 假设 它表示的是一个肿瘤 有两个类 两个类 良性和恶性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问题 叫做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种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 监督性学习 好 那我们今天着重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对这种 没有任何标签的这种数据 给它进行拒类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T-means算法 T-means算法是classroom中的经典算法 也是 现在大家所讲的数据挖掘 十大经典算法之一 那么这个算法 我给大家先从比较 概括的方便 给大家介绍 他的思想是怎么工作的 随后我们会给大家举 详细的例子 来一步一步 给大家讲 通过一个实例 来给大家详细 详细数 这个K-means算法 是怎么工作的 好 首先的算法 会接受一个参数 叫K 这个K呢 它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数据 聚集 我们到时候要分为几类 虽然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数据集 它的类别是多少 不知道每一个实例 在数据集里面的 类别是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将要把某一个数据 分为几类 这个K我们是已知的 这是算法的一个前提要求 我们要接受一个参数 K 假如说 在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要把它分为 所有的点分成三类 那么我们这个K 就等于三 好 然后我们根据 事先先输入的 N的数据对象 划分为 这K的集类 以便获得的区类满足 同一区类中的对象 相似度较高 而不同区类中的对象 相对相 相似度较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想画成 比如说三类 我们看到 我们假如已经画出来 三类 红 蓝 绿 那么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 在同一类里面 比如说红色的这一部分里面 它们之间是比较相似的 一些实例 比如说 在这个蓝色的点内部 它们也是比较相似的 一些实例 然后绿色的内部也是一样 但是 跨类之间 比如说红色的任何一个实例 和蓝色的实例 它们的距离比较远 你可以说 这个相似度比较低 或者说是 红色和绿色之间 或者蓝色和绿色之间 好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思想 好 那也就是说 以空间中 K的点为中心 进行聚类 最靠近它们的对象归类 然后通过这样迭代的一个算法 逐渐来更新 各类的中心值 得到更好的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只是一些点 我们就没有任何类 是不是 我们选几个点作为中心 我们开始也不知道 然后根据这些中心 我们对这个数据集进行归类 看每个数据 跟哪个中心最近 然后呢 完了之后 我们根据归类的初步结果 重新选择中心 然后再进行归类 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思想 就K-means的算法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 具体这个算法怎么来工作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选择C个类的初始中心 也就是说 我们假如说已经知道这个K了 对吧 算法的这个开始 我们知道K了 我们选 因为最开始 我们根据不知道 这三个中心是在哪 所以我们可以愿意选择三个点 作为中心 然后我们做什么呢 在这K次迭代中 对任意一个样本 求其C个中心的距离 将样本本距离到 最短的中心所在的类 归到这个样本 应该归在类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有三个中心 对不对 然后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都算 它和三个中心的距离 它和哪个中心距最近 我们就归为那一类 是吧 比如说开始 我们有三个中心 叫做一二三 三个类 然后这个点 它离三最近 我们把它就归为三 然后这个点 它仅仅跟二最近 我们就归为二 比如说这个点 跟一最近 我们就归为第一类 所以根据这种方法 我们对每一个点 都计算 它到这个中心的距离 它归到 离它最近的 那个中心点的同一类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 那归完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们这时候有了 第一轮的这个距离 是吧 但它结果可能并不好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中心 是愿意来挑选的 这时候呢 我们根据我们归好的类 我们可以重新来 定义三个中心 那怎么来算呢 可以根据均值 比如说 我们定乎就好了 这些 在第一轮之后 我们知道这些鲑鱼类 这些蓝点的鲑鱼类 这些红色的鲑鱼类 那我们把所有绿点 它的坐标的中心值算出来 这样我们就选出来 一个新的中心 对于蓝色也一样 对于红色也一样 所以呢 我们等于说有两步 一个是根据 我们开始任意选择的中心 来进行分类 鲑鱼类 然后我们根据鱼类 再选择新的中心 在这样一个迭代的过程中 不断来 使它的结果更加优化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我们什么时候 停止这种算法呢 停止的条件 就是说 我们据类不再发生变化 或者说我们的迭代 达到一定次数 之前适定的余值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的红 我们到某一次之后 蓝色绿色红色点 被这样归类 然后等我们下一轮迭代之后 我们发现 每一个点 它的归类和上一次一模一样 整体这个 鲑鱼类的结果 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时候我们就认为 这个算法它收敛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停止 好 上面我们把这个算法 是怎么工作 它的基本思想 给大家描述一下 下面我们就结合 一定的数据结构 跟大家详细描述一下 算法的流程 也就是说 好 对于这个算法来讲 我们的输入有两个部分 一就是K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点 到底要分成多少个类 这个个数 K 是我们第一个输入 那么第二个输入呢 就当然是我们的一组数据了 就是我们的数据集本身 好 这是第一步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K 初始中心点 这是选择是比较任意的 因为最开始 我们没有任何的剧类 所以通常我们是 通过这个Random 随机的方法 来挑选K个点 作为中心点 然后呢 对于这个 每一个中心点 我们分别 对于这个数据集团的每一个点 我们分别与这 我们刚才所初始化的中心点 做比较 把每一个点归为 离它距离最近的中心点 但是我们怎么算一个距离呢 通常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Euclidean Distance 我们之前聊过啊 就是谈过这个 跟大家讲过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也就是说 一个最基本的直线 直线向量 直线距离的运算 那么如果这个差最小 也就是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最小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点 归为相应的类 好 那么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都给它已经有一个归类了 通过对每一个点进行 三个中心点的分别计算 好 这时候呢 对于所有标记点 标记为I的点 我们重新计算 就是标记为I的data 和这只核标记为I的个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俱类好之后 我们就要重新算出来 三个中心点的值 那么根据中心点的值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点 对它求一个平均值 这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点 散 比如说有三类里面 我们把新的中心点的值 它的坐标就算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重复上面这个过程 就是说 这时候再根据我们剧类后的 这个中心点 再重新对数据进行分类 这样不断的迭代 直到没有变化为止 没有变化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上一次和这一次 三类的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或者说他们的变化的值 小于我们定义的一个预值 或者说我们的迭代 达到了一定的预设的次数 那么这三种条件下的任意一种 我们就可以停止 好 现在我们来根据具体这个实例 一个数据集 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这个听命的算法 到底是怎么来工作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流程图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流程图 就开始的时候 好 我们定一个K值 然后呢 我们任意选择一些中心点 就K个中心点 对不对 选择之后呢 我们根据每一个点 计算它这个每一个点 到中心点的距离 然后呢 根据这个距离 把这些点来分成K类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把它归为 到某个中心点最近的这一类 也就是说 比如很多点 我们有ABC三类 那么第一个点 我们算出来 它跟ABC三类的距离 它如果跟A是最近 那我们把它归为A类 然后第二个点 假设它跟B的距离最近 把它归为B类 然后第三个点 它假设A的距离最近 又归为A类 如此的方法呢 我们把所有点进行归位 归类完之后呢 我们对比这一次的结果 跟上一次的点归类 有没有差别 如果有变化 那么我们再进行迭代 也就是我们重新算出来 新的中心点 再进行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某一次循环之后 我们跟上一次分类的结果 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我们就结束算法 好 就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现在我们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就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些 开发了一些药 我们大概是有四个药 比如说A B C D 我们把它想称为这个两类 那么这四个药上面呢 我们跟它从这上面提取了两种特征值 两个特征值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feature A和B 1和2 就是我们的药有四个药 A B C D 四个药 我们把它们想聚类成两大类 也就是说 哪些药属于同一类 另外一些药属于另外一类 好 那么假设我们所提取出来的这个特征 这个特征叫weight index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值 那么A是1 然后B是2 C是4 B是5 然后我们提出来第二个值 我们原来中学都学过这个ph值 是吧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酸度 那么我们这个 从每一个药上提取了第二个特征值 就是它的ph值是多少 比如说 A 药A是1 B的这种药呢 是1 然后C是3 然后D是4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二维的一个 就是 X是一个二维的一个 特征项料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的药有四个 也就是我们有四个实例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四个实例来归类 我们假设我们知道我们要归于两类 也就是说K等于2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Kmin的算法 Kmin的算法 来对这个药进行归类 我们一步给大家计算一下 好 首先我们把 我们知道 一个向量 特征可以 被我们画在一个平面上 超平面上 这里面是二维的 所以我们把它可以画在一个 X X2 这样一个二维的坐标系里面 所以呢 每一个点也就对应了一个要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要 第一个要A 它呢 对应的特征点是 特征向量是1和1 那么他们的坐标就在这儿 11 那146推呢 这是要B是21 第三个要是C 是43坐标 然后第四个呢 它要的是这个要名字叫D 它的坐标是54 然后这时呢 我们 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算法里面介绍 我们首先需要 随机的来出使画两个中心点 是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假设我们就 这里就出使两个中心点 分别是这A和B的两个点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中心点就是A点 然后第二个中心点就是B点 好 我们从这里作为一个起点开始进行迭代 那么我们怎么来迭代呢 大家记得 在我们出使完中心点之后 我们需要干嘛 我们需要对这四个点进行归类 对不对 就是说A B C D 这四个点 分距 这两个中心点 就这两个中心点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跟A和B点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 第一个中心点 这个以五角星代替的这个点 它就是A点 第二个中心点叫Centroid 中心点的英文叫Centroid 这个第二个中心点 它就是B点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对A B C D 这四个点 分距这两个中心点 给它归为两个类 看它分别属于哪一类 那么我们怎么归类呢 大家记得 我们就是对于每一个点 分别计算 它到两个中心点的距离 是吧 是多大 然后它跟哪个界比 就把它归为哪一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作为 这个点作为第一类 这是第二类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 矩阵的方法 给大家表示一下这个距离 我们就算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好 那么我们这个矩阵 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上面一行表示 首先我们中心点的坐标 给大家先写出来 对吧 我们都两个中心点 第一点就是A点 那它坐标 我们把它叫做CE 叫Centroid 就是中心点1 它的坐标呢 现在是1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中心点的坐标 就是我们现在的B点 它的坐标是21 对吧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把第一个中心点 假设就叫做第一类 第二个中心点 就叫做第二类 现在我们想计算 这四个点 在每个点 到中心点的距离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一行 这个矩阵的 这个D0 这个距离矩阵的0 代表我们这是 第0次 这个迭代 所以我们刚开始 是吧 第一 第0次 是个什么样的距离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值 这个0表示的是 我们第一个点 就是上面这一行 表示的是 四个点到 C1的距离 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下面这一行 表示的是 四个点到 第二个中心点的距离 那我们来算一下 是吧 就是说 首先 A点 到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因为第一个中心点 和A点是 在同一个坐标上 是重合的 所以它们距离 当然是0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里是0 好 那么 第二个点 也就是说 这个B点 它坐标是21 是吧 然后中心点呢 到第一个中心点 11的距离 也就是21点 到11点的距离 我们通过 Euclidian Distance的 这个算法 也就是 X1-X2 括号二平方 加上Y1-Y2 括号二平方 给它开 开平方 我们得到的距离是1 是吧 从这个图上也能看到 这个 B点 到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是1 好 那下面我们算第三个点 也就是这个点 它到 C1 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是吧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公式 可以算出来 它的距离是3.61 那么 第四个点 它中心点的 到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是5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四个点分别到 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算出来了 这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算 每一个点 还是四个点 A B C D 这四个点 到第二个中心点 到这个点的距离 是多少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算出来 算出来结果是 10 2.83 和4.24 那我们算这个距离 的目的是为了变老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说 我们想知道 我们第一次归类的时候 想把每一个点 归为哪一类 所以呢 我们现在 重度向来看的话 就是说 每个点 它到 C1的距离 和C2的距离 那我们就看 这两个数字 哪个小 是吧 去距离近 就归于哪一类 那我们看到 在第一 A点上 它跟 C1的距离是0 跟C2的距离是1 那我们 当然是离C1近了 没有距离 那把它归为第一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就 把它归为第一类 这个举动 为了表示 就是 每一个点 把它归为第一类 还是第二类 归为第一类的话 我们就是 这上面就是1 底下是0 如果是归为第二类的话 那上面是0 底下是1 所以我们现在就 简单的比较 上下两个数字 哪个大 哪个小 那么 这个第二个点 它到 C2的距离是0 到C1的距离是1 那么 我们当然把它归为第二类了 是吧 因为它到第二类的距离比较短 也就是说 它跟它自己的距离是0 所以 我们现在 第二类 比如说 我们上面是0 底下是1 因为我们把B点 归为第二类 好 那么再看第三 C点 C点 这两个类点接近 我们看 C点先住这 是吧 C点到第一类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3.61 到第二点的距离 C2的距离是2.83 2.83 所以我们因为2.83 小于3.61 所以我们把它 这个点归为 C2 就是调主 所以我们看到 归为C2 那么最后一个点也一样 因为呢 它的第一个点 到C的距离是5 而到第二 C2的距离只有4.24 所以我们把这个点 归为 调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第一个G 比如说 归组的这个 就这样 它的结果就是 只有第一个点 A点被归为第一类 后面的BCD三个点 都归为第二类 这里的矩阵这个坐标 就表示它本身的点坐标 就是ABCD四个点坐标 好 那么现在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迭代之后的归类 对不对 那大家还记得 归类完之后 我们干嘛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归类 重新算 下一次 我们更新我们的中心点 应该是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初始化的归类了 也就是说 只有第一个点 A点属于第一类 BCD三点 都属于第二类 这是我们需要 更新中心点 那怎么更新呢 就是说 对于每一类里面 我们对所有的点 求一个均值 看它 把它作为 中心的中心点 那也就是说 好 我们怎么求均值呢 那第一类里面 因为我们只有A点 属于第一类 对不对 那么就一个点 求均值还是等于它自己 所以我们 在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CE还是 11这个坐标 并没有变 那么C2呢 就有变化了 C2之前我们知道 是22这个点 但现在因为我们 D C和D 这三个值 它都属于第二类 所以我们就需要求 这三个点的 坐标的平均值 也就是我们 看了比较这个公式 对于这个横坐标呢 就是 2加4加5 对不对 因为我们 横坐标是245 对于BCD三个点来讲 所以呢 给它除以3 求平均值 然后我们再对重坐标 也就是134的三个点 我们看到Y坐标是134 给它求均值 求出来之后呢 等于 11除以3和8除以3 是吧 三分之11和三分之8 那么这两个点呢 就是我们更新后的这个中心点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一次更新 怎么更新呢 等于说我们根据 吹初始化的中心点 重新分类 分完类以后 我们又可以更新新的中心点 就是这样来不断的迭代 好 那么 我们算出来这个 新的中心点之后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图 这就是我们更新过之后的 中心点 对不对 C1还是五角形 又没有变 但C2就更新到这里来了 它的坐标是 11除以3和18除以3 是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干嘛呢 我们中心点更新过之后 我们又可以 对每个点进行重新的划分 对吧 因为这里 中心点跟之前不一样 那么划分的方法 跟以前用不一样 我们还是来算 这个距离的这个矩阵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算 A B C D 这四个点 到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分明是多少 作为第一行 接下来呢 我们要算 这四个点到 C2的距离分明是多少 所以我们看到 C1的坐标 和以前用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更新 因为它和只有一个点 所以更新之后和之前的结果一样 那么C2 这是我们已经更新为 3分之11和3分之8 这时候我们重新计算 这四个点 ABCD的四个点 到这两个中心点的距离 算出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 这时候呢 怎么归类 我们看第一个 A点 A点到C1的距离是0 到C2的距离是3.14 那A点肯定还是归为第一类 对不对 然后呢 B点 到C1的距离是1 到C2的距离是2.36 这时候大家看到 B点之前是归为第二类的 但这时候就发生变化了 因为这时候我们第二次更循环 那时候我们的中心点 C2在这儿 所以这个B点 到C1的距离 比到C2的距离要小 也就是1比2.36要小 所以呢 我们这个B点 现在就化分为第一类了 现在我们第一类里面 就多了一个点 有两个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C点 它到C1和C2的距离 分别是3.61和0.47 当然C点呢 从图上也能看出来 它离这个C2比较近一些 所以呢 我们就把C点 归归了为第二类 那么B点 当然也是 它的距离 重点是 到这个C1的话是5 到C2是1.89 所以它 归为第二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归后这个G1啊 就是我们第一次循环 上次叫D零子 第一次迭代之后 我们的归类的结果就改变了 变成了 前两个点AB归为第一类 然后CD归为第二类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停不停止呢 我们还不停止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归类的结果 跟上一次结果是有变化的 上次只有A点是第一类 然后BCD都属于第二类 所以这时候我们继续来迭代 也就是我们根据这一次结果 再重新来更新我们的中心点 那么怎么更新呢 我们就 这时候因为 第一类里面有两个点 A和B 我们就求他们的均值 XY分别求均值 把座标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是新的C1 这时候我们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求均值 新的C1它的座标是 这个1.5和1 然后新的C2 也就是说 我们对 后面这个CD两个点 求均值 求出来的座标是 4.5和3.5 那这是我们看到 新的中心点 就变成了这两个点 然后叫新在这 好 这时候我们再进行归类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同样算我们的距离的这个矩阵 那么对于C1来讲 我们四个点的距离 它的距离分别是 0.5 0.5 3.2和4.6 对于C2来讲 我们四个距离分别是 4.3 3.54 0.71和0.71 这时候呢 我们来再看一下 根据这个新的距离 我们来怎么归类 那么对于A点来讲 0.5比4.3要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肯定把第一个点 还是归为第一类 那么第二个点呢 它跟C1的距离也是 0.5 但是跟C2的距离就比较远 跟C2的距离是3.54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它归为第一类 是吧 就是A和B还是归为第一类 那么C呢 C它到第一个中心点的距离 是3.2 但是到第二个中心点的距离 只有0.71 所以呢 我们这个C点 这时候还是归为第二类 那么对于这个D点 我们看一下 D点的话 它到C的距离比较远 对吧 这个五脚星是4.61 那么到C2的距离 只有0.71 所以我们D点 还是归为第二类 所以我们归类完了这个G2 就是第二次循环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归类的这个结果 还是AB归为第一类 和CD归为第二类 那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结果 和刚才的G1 就是上一轮迭代之后 的结果有没有变化 没有发生变化 对不对 AB上一轮的时候 就是归为第一类 CD就是归为第二类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G1 就是我们第一轮迭代之后的 归类结果 我们看 这个矩阵是不是 是上次的结果 AB归为第一类 CD归为第二类 现在还是这样子 我们这轮算完之后 还是AB归为第一类 CD归为第二类 所以这时候就达到了 我们所说的终止条件 因为我们的归类没有变化 四个点 它们属于每个类 跟上一轮是一样的 这时候我们算法就停止 所以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G类之后的最终结果 好 这时候我们就对我们之前的 这个数据集 做出来一个分类了 所以就是说 AB属于某一类 是吧 我们叫做第一类 然后CD属于第二类 这个结果呢 从图上看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我们看到 确实这两个点的距离比较近 是吧 这两个点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Kinmeans的算法 就给大家详细的来 叙述一下它怎么工作 希望大家理解这个 Kinmeans的算法 那么最后给大家再讲一下 这个Kinmeans的算法 它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 同学们可能也发现 它就是速度比较快 因为每一轮 它算的比较简单 我们很容易理解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最终结果 跟初始点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开始选初始点的时候 是随机选的 但是这个初始点 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结果 所以这个算法 跟初始点的选择 是比较敏感 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一般算法的话 我们如果初始点的选择 跟结果无关的话 那么这个算法 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 它有一点的缺陷 而且它容易 因为这一点 它容易陷入局部优化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需要知道K值 有的时候我们在聚累的时候 我们提前可能不知道 我们要分多少类 这时候这个Kinmeans的算法 可能就在这里 表现的不是非常好 所以这里就是 Kinmeans的算法的 如何工作 和其他的优点和缺点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Kinmeans的算法的理念部分 它是如何工作的 并且给大家结合了一个实力 进行了详细的运算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 用Python来自己实现 一个Kinmeans的算法 好 那么这节课内容就在这里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